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镜头 冲镜头 洗完给你烘干之后 你拿的好看 你拿的更好看 你更像男人了 什么小鲜肉 小鲜女的 你就是小鲜霸 是属于熟辈的 富辈的 老要挽出厨 洗澡 照这个坠吧 就像女人生孩子似的 你怎么得照一次 不愿意 告诉你个好消息 呼应菌都洗完了 就给你打个样儿 你知道不 洗完了你也像他那么帅 我相信像那儿还不如不洗了 本来已经很帅了 你看那里面都是胡应菌的蝉脂外叶 不是 都是他那个蝉毛 外叙 洗澡很快的 就是烘干慢一些 不愿意给你洗澡 就是以前老是觉得你害怕那个电锤风 电锤风一打招 你就特别害怕 所以就不想给你洗 怕你受刺激 再出现应急反应 我像胆子小 洗吧 大不了我陪你 我陪你洗 其实说陪有点夸张 其实就是我给你洗 你就是免费 免费得了一个戳脚工啊 哎呀 反正是戳脚工 要戳脚工啊 你还捡便宜了 你 嗯 看看镜头偶像 呵呵 现在就给偶像洗上了 怕他这么脱了 就放在这一个罩 这他就老是多了 只给他露头和尾巴 他在里面基本也动不了 就能安静一些 拿着下开 呵呵 你看 我现在还要站起来了 哎呀 还要跟观众说点啥呀 嗯 算了吧 洗完再说啊 不怕这一会儿啊 你想表达的东西 我基本知道是什么了 给他里头芒花润湿后 再打上沐浴露 就这么慢慢的给偶像戳就可以 现在刚刚给胡云菌洗完澡 给他放在了烘干箱里 现在已经升到37度了 马上就快到39度了 这烘干箱里面有暖风 可以给他烘干 这样就不用垫吹风 给他们洗完澡的猫吹风了 胡云菌也是第一次进这个烘干箱里 还是有点不安吧 待会儿他就会习惯了 呵呵 平时威武霸气的胡云菌 现在也是一只落塘狗 落塘的哈士奇 是不 硬菌 不愿意打理我了 你在里面好好地享受吧 这个烘干箱 这个声音稍微有点大 看看 硬菌这个小鼻子 从这个透气口 伸过来了 呵呵 嗯 硬菌呢 里面温度适合不 一会儿等烘干了 你除了更加漂亮了 更加帅气了 一群母猫就找你签名 都得问你这烘干箱在哪买的 转过来呀 硬菌 现在有点不爱搭理我了 好像我把它推到了绝路似的 在里面待一个小时 基本就差不多了 这不比那个电锤缝声音小多了 而且是全身的 全身烘干 多好 硬菌 硬菌 哎 在这呢 硬菌 来来来 哎呀 硬菌 这洗完身上可香了 纯是秋香啊 你可别让唐伯虎看到 你要被他看到 唐伯虎肯定点你 你说你虫不虫他吧 你虫他也就是换个主人 给人家还是当宠物 洗完了 神清气爽 杀叫也有劲儿了 要不怎么杨贵妃还洗澡呢 洗完澡他杀叫杀得欢呢 谢谢 谢谢 谢谢观看